今次我會示範如何用五分鐘內的時間 可以讓你去用到網站版的 Check GPT 首先要用這個東西,其實我之前有試過一次 不過那次是一個失敗了的經驗去告訴大家 有某一些 IP,某一些電話號碼可能是不可行的 今次這條影片就說回五分鐘內可以去登記得到 首先我們要做到這件事要兩件事 第一就是要有一個VPN,第二就是要有一個外國的電話號碼 待會登記後會講一講為什麼我們要用這個 明明有POE的APP 首先如果你要VPN的話,網上有很多付費版 這裡會有幾間不同的公司的付費版 我自己在用Surfshark,不然會比較便宜 如果要免費版也有一堆,有Potron 接著會有這個叫Py,是不是叫Pyvictal 接著會有這個叫Windscribe的Free Version 接著是Atlanta的VPN 接著就有HiME的VPN 有幾個不同的VPN 首先第一件事,我用回我自己用的VPN service 就是Surfshark 我選擇那個地方,我會選印度尼西亞的一會 另一樣重要的就是 SMS Activate的一個網站 你可以在那裏扔10美元進去 它會給你四十個 四百個這樣的Credit 然後給你那些Credit之後 左手邊這裡有得選擇 你可以選擇開OpenAI的電話號碼 或者有時候你想做YouTube 你開很多的YouTube account 同一個電話號碼好像登記的YouTube channel 是有限數目的 如果你不確定了,上載的片是有限時間 或者每一天上載的片數目又會比較少 所以這些Credit其實有其他用途 就算你扔了十元美金 你說一個電話號碼 大概有十多個電話號碼可以用到 用來收SMS 當然你也可以跟朋友一起用 我會選擇OpenAI 我買的號碼我會選擇Indonesia 因為剛才我會選擇Indonesia 一旦你選擇之後 它就會說現在這個電話號碼是我的 然後就等我收SMS 與此同時 我轉回IP 是Indonesia 其實不一定要轉回那個地方 我有試過在選擇日本的 電話號碼是另一個都可以的 接著就去用模型模式 接著就去OpenAI裡面的 Check GPT的連結 按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說你的Lock-in是甚麼 在這個時候 我就會 太多人用了 我可能就這樣開啟OpenAI的帳號碼 因為如果你開啟OpenAI帳號碼 它都是要你用電話登記的 到時候你都會用得到 Check GPT 好 我先用它的API 我先看一看 拉到下面 嘩 畫面這麼遠 好 先開始 那它就叫我開帳號碼 那它就叫我開帳號碼 那它就進來 那它就叫我SIGN UP 好 在錄影 給它一點點時間 現在 好 那接著我會打我的email address 開個帳號碼 打個密碼 那它應該就會叫我去 我的email那裡 去做verification 那這個過程我自己在手機那裡按了就算了 不過要給它一點點時間 好啦 那email就收到 就叫做verify 那我就這樣按verify 好verify完了 那在這個畫面那裡 refresh一次 那它就會讓我進去 那來到這裡 它就會問我的名字啊 各樣啊 然後最重要就是這一部分 它會說要傳個SMS給我 那我剛才就抄了電話號碼啦 那然後它問我有沒有WhatsApp 我說沒有 然後就傳個SMS給我啦 那接著呢 在這個時候 我就會去到這個網站 SMS activate 那裡 等它的SMS code會走出來的 那當它走出來的時候 我就去到 剛才CheckGPT的網站 就是OpenAI的網站 那裡放回去呢 那我的帳戶就叫做驗證了 那驗證了之後呢 下一次你再要Lock in 去使用CheckGPT 其實就不需要再用電話去驗證的 電話驗證這個過程 只是在第一次需要發生的 那而VPN呢 你看到我現在登記的時候 有用VPN的嘛 那如果我第一次去Lock in那個CheckGPT的時候 其實我是需要有VPN的 那但是就好像平時Facebook那樣 如果你Lock in開 一直都是Lock in 你可以繼續用 不需要用VPN可以繼續用的 那所以你可以用些免費的VPN服務啦 那只是Lock in改一下 就開個VPN的 那然後如果進去之後 那接著可以關掉的那個VPN 那我的SMS已經準備好了 那我進回去啦 那其實整個開一個OpenAI帳戶的過程 我用VPN 那我要看一看 就是CheckGPT現在是不是很忙 因為我已經成功Lock in了 但是它就會說 因為現在太多人用 那會叫我去給錢去Join 那但是呢 整個過程其實完成了 只要它沒有那麼忙碌的時候 我就可以用到 那至於呢 我為什麼需要去用這個 叫做網站版的CheckGPT 因爲純粹大家都很容易可以用PoE的App呢 那其實就是因為PoE的App呢 它不會有一些叫做Google Extension 那 那例如這個 叫AI PRM 即是AI PROM 其實 那是forCheckGPT的 那它裡面呢 其實有很多的Prom的Template 可以給大家用 即是如果大家對於寫Prom 不太知道應該怎樣寫的時候呢 或者剛剛開始寫的時候呢 那其實有這些工具幫幫 那你出來的內容就會紮實一點 好一點的 那所以 這些工具 其實只可以是for網站版的CheckGPT 所以也是爲什麽 都會建議大家開個帳戶去做這件事 那如果 你開不到的話 就告訴我 那如果喜歡看AI片 可以看我其他頻道裡面的片 那